各位红唇女孩们 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颖的红唇说 我在这里倾诉 倾听 请你说 节目播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大家喜欢有我饰演的王曼妮吗 其实在戏里面大家也看到 王曼妮也遇到了一个心仪的对象 梁振贤 她是一个香港人 梁振贤的各种条件 太符合曼妮心目中的要求了 所以尽管当她在交往后 透露自己是不婚主义者时 曼妮为了爱 还是选择跟她在一起 但是王曼妮不知道的是 她在香港有一个交了七八年的女朋友 直到正牌女友到上海 找到曼妮店里 甩了她一耳光 曼妮意识到 原来自己一直在背小三 王曼妮一直感觉 自己是特立独行的叛逆者 深信自己会遇到很好的男人 也有幻想过 自己能够改变梁振贤 对不婚的坚持 结果 当然是以分手告终 爱情里是没有对错的 但是爱情它有道德 我当然希望 大家遇到的都是良人 但是生活总是会有 各种各样的意外出现 当你陷入一段 糟糕的感情的时候 一定要干净利索地 抽出身来 千万不要迷失自我 被小三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发现真相了 却走不出来了 然后不断地进行自我欺骗 她是真的爱我的 我骗你 是因为我害怕失去你 姐妹们 一个真正有责任感 有原则的人 她是不可能做出 这样的事情的 她手中举着真爱的旗帜 就是欺骗你的法宝 即使以后你真的 小三上位了 跟着这样的人 你不怕 你再次被小三吗 确实 要割舍一段 付出真心的感情 很难 就像是自己 珍藏了很久的宝贝 后来才发现 一文不值 但是 你也要割舍 因为她除了 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在其他人面前 可能一文不值 最后 借用纪伯伦的一句话 来结束今天的话题 彼此恋爱 却不要做爱的系恋 希望你在岁月长河中 找到所爱 彼此相守 共同走完 这浪漫的一生 我是江书颖 这里是江书颖的 《红唇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